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小狗家,欢迎来 这是我们今天要拆箱的军事玩具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一大版的玩具呢? 现在,让我来把它拆开吧 网络的总化,在你右边换个彩虹 看一下啊,咱们的家伙字 拿出我们的刀 看一下,哦,这个我也没有拆过勒 看一下怎么拆会比较好玩一点 简单 看一下啊 太好玩了,这款 我现在都迫不及在把它拆开来呢 战术防毒面具 啊哈哈哈哈 不然我能不能戴得上啊 哎呦 太挤了 太挤了,太挤了 对我来说有点小啊 可能更比较适合我们的 年纪比较小的朋友们啊 这个 这个就不同了啊 当当当当当 二战时期的 二战时期的军事帽子 刘逼勒刘逼勒 看一下我们的防毒面具是不是可以截在那个上面啊 反正 咱啥也不说啊 头上一扣 嗯 还是比较像那个样子的啊 防毒面具我得想办法把它戴在头上啊 欢迎进入直播间 啊 啊 接下来 让我们 继续来 拆我们的玩具 这个 这个我得想办法一定要把它戴上 百分之一百 等我回去想想办法 明天再把它戴上 这样可以吗 哦 哦 好奇怪的好奇怪的造型 接下来就是我们重点的东西了 军事手雷 军事手雷 为什么要让这个东西拴着呢 还是还是蛮有意思啊 就回头等下就插在裤带里面 还有水 啪一下 帅爆了啊 军事匕首 做工呢 略显出操 而且就是都是一些 软束的一些玩具嘛 就是 不会不会伤到我们的小朋友们 危险动作 请勿模仿 这个 我们的军事战刀 这是我们的反恐精英 这是我们手枪的皮套 这是我们手枪的皮套 这把是我们的手枪 这怎么看就有点像西特勒 我先把帽子摘了吧 帽子太不好看了 要戴也要戴我们中国的 中国的军事帽子 这还有一个 里面还有个电池的 里面还有个电池的插槽 看一下里面到底有啥 稍等一下 然后把它拆开一下 刚好我有带螺丝刀 里面是有两个电池 其实不过有点生锈了 要喝 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不找 先把螺丝锁下去 左手一把冲锋枪 右手一把小手枪 接下来就是一个我们行走江湖 必不可少的玩具 不是 必不可少的道具 指南针 兄弟 你莫不是在开玩笑 呼呼 好吧 他只是个道具 这个就有点吊爆了 这个是我们的模拟子弹 然后再加上 他的一个 名字的一个牌子 呀 你头有这么大吗 居然戴不上去 这是一个 一个勋章啊 勋章 我也不知道他这是什么国家的勋章 反正 反正看起来不像我们国家的勋章 意大利的吗 特殊时期 都有点不太敢戴 他等下有一些什么误会的 军事手表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戴那种 自己 自己都买的那种 塑料的 那时隔多年 居然又戴上了这款手表 牛逼了哦 手表还是蛮合适的 把我们的手枪 插到我们的皮套里面去 再把我们的皮套 皮套我们裤腰带上去 就等一下 今天没有穿 没有穿 没有带皮套 我觉得有点厉害啊 墨镜一带谁都不爱 哈哈哈 厉害了吧 这个造型是不是应该截个图 这个就简单的讲一下就过啊 免得 免得回头的话被举报了怎么办 我们还是拆点别的玩具 比较安心一点 稍等一下 收拾一下 再见 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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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